而再过几天就是夕阳情人节了 不过走访花店可能看不到 架上有99朵玫瑰花了 受到气候、航班进口、疫情等影响 不少国内的花农器重 导致玫瑰花量从去年开始就减少了 整体的价格也飙升 往年一朵玫瑰花30到40元 今年一朵可能要100元起跳 花店建议民众可以选 节梗、干燥花、永生花或香皂玫瑰花来替代 鸡蛋长现在连玫瑰花也长 再过几天就是夕阳情人节 以往花店总是摆放满满的99朵玫瑰 今年价上是看不到了 由于气候疫情以及进口输入航班减少等影响 花农转于保守栽种或气种 导致玫瑰花产量减少、价格飙高 往年一朵玫瑰碰到节日 卖30至40元 今年飙了三倍一朵就要100元起跳 过完年开始玫瑰花产量很少 很少 因为下雨天嘛 雨天的关系 那个花它有水伤 所以产量很少 今年是天价 今年真的是天价 玫瑰 一只就100起跳 120、150 往年呢 往年都三、四十块 这是我这一次 这一次我做花店以来最贵的最贵的一次 包含美国的玫瑰花也缺货 在花量极少 中况下 花店业者还面临可能买不到或没得卖的窘境 加上民众健康意识抬头 巧克力花束也渐渐乏人问津 所以今年我们代替永生花 香皂玫瑰 还有干燥花 其他也是可以用结梗代替 结梗 结梗花 就是永恒不变的爱 永生花它的价位比较高 它可以保存得很久 波波球也是一样 干燥花也是一样 还有一个 推那个香皂玫瑰 香皂玫瑰它有香氛的 香氛它可以 放在车上 放在家里 有香味 也是保持得很久 花店建议民众可改选象征永恒的爱的结梗 或百合花来代替玫瑰 或以存放欣赏时间能较长久的干燥花 永生花 波波球以及香皂玫瑰当选择 价格也相对亲民 400至700元就能入手 浪漫度同样不输玫瑰 接着蒋邦彦华联士报导